政府说过去三个月没有进口泰森食品 有专家说新冠病毒在低温环境可以生存超过21日 但是市民选择和主理冻肉的过程受到感染的风险低 泰森食品部分的产品在超级市场仍然有得卖 在湾仔街市有冻肉店的当主说一直都没卖泰森食品 又说进口的美国冻肉占市场的比率不算多 多数这些是巴西、西班牙、大陆 巴西占六成左右 美国都是两三成左右 那些高级、贵价那些就美国 由专家说低温冷藏可以令病毒的存活时间较长 但认为市民在选择和处理食物的过程受感染的风险低 四度留下去到零度 我们普通冷藏是零至二十度的环境里面 其实它里面的存活期可以去到21日或以外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它们其实是经过我们尤其是空运 就算在其他的运输里面 有可能里面有小部分病毒仍然可以存活到 食物安全中心就说 本港过去三个月没有进口太深食品的肉类或禽獄产品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透过食物可以传播新冠病毒 中心会继续按风险抽取食物样本发炎 又提醒市民处理食物前后要清洁双手 并且彻底煮熟食物 无线电视机者 关可惟 报道